一声感谢会显得太苍白 感谢所有爱心人士,你们辛苦了 近日,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的医生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 虽然只有585个字,但却是患者用眼睛敲出来的 10月24日,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写信的患者名叫沈丽,是一名见动人 这封短短的信是他通过辅助设备 用眼球转动的方式敲打数个小时才完成的 2014年左右,沈丽确诊出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之后,沈丽逐渐出现生活无法自理的状况 一度近视困难 2019年9月,沈丽来到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接受了胃造楼微疮手术 为了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 鼓励更多跟她一样的见动人 她想到了用眼球写信 照顾见动人,需要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 多年来,沈丽的丈夫王教科除了照顾日常起居 每天也会给沈丽进行按摩 延缓肌肉萎缩的速度 当沈丽出现负面情绪时 丈夫也会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当时我勇气也大大了 我想把它看好 到最后我现在我知道这个病情越发展是越不好的 看好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我以前我自己觉得我弄不过来了 我就想有时我就想放弃 但是我作为我作为我的人生道德 但是我只能放弃 我要加持到最后 医护人员称 沈丽是见动人关爱互助协会的微信群管理员 为了管理微信群 他学会了通过眼动仪等辅助设备上网 时常在群里分享 尖动人家庭护理知识 跟一些病患沟通病情 治疗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护理 家庭护理 还有这个心理的疏导 可能更为重要一些 因为这个病比较少 而且这个病人就是行动不变 逐渐被动作 社会上对他的认知度并不高 希望就是咱们就是社会上很多的这些 更多的爱心人士 关注这个群体 关注患者 在让患者在这个爱中尽早解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